昏迷中的她能睁开眼睛看看女儿吗 这个房间里究竟暗藏着哪些隐患 乡村百姓该如何远离一两半寒 隐形的杀手正在误出 每周五次每晚六点央视七套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物流期 如今这天是越来越冷了 北方好多地方都已经下起了鹅猫大雪 在家里头升起暖暖的炉子 跑到炕上磕个瓜子 唠个家常 只要在家里头猫着 乐趣和温暖还真是一样不少 前几天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南武女村 刚刚下夜班的苗苗一大早顶着寒风往家奔 可是到了家门口 却怎么也进不去家门了 是门也打不开 叫门也没人回应 那苗苗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11月9号 进入初冬的石家庄市 气温已经连续两天骤人下降 寒风里面中 刚刚下一班的南武女村的苗苗 心里正美美的惦记着一件事呢 熬了一夜 回家吃烤现成的热乎饭 这天再冷啊 苗苗的心也是暖和的 然而 今天家里的大门为什么反锁呢 是不是家里有其他人在 和妈妈相依为命的苗苗回到家时 已经是早晨七点半了 这个时间 村的人都已经起床干活了 如果苗苗的妈妈在下 她为什么会反锁这门呢 赶紧上是这么 她睡眠不好 好多是到通病才开始睡窝 我也没有那么失截 这么说 好像半天半不赢 就是赶紧又清晃了 我听到是一个生意的 我正在这个屋里走反的 我正在这个屋里走反的 我也没吃的 走了反的没吃 那后来就记得都不行 吴奶奶是苗苗家的邻居 那么在苗苗回来之前 她见过苗苗的妈妈吗 那点黑了 我就来这门口去 她穿着她姐闺女 你往那个那个 那个牵手挂挂 天上挂挂 你像是面糕 我说你这冷个头 我可不敢做吃了 吴奶奶说 昨晚八点左右 她看见苗苗妈妈下班回到家里 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她 魏大姐会不会现在在睡觉 没听着敲门声 那电话这么就不挤 假的电话一停停念了 感情就是有点不在劲 家里电话和手机都没人 苗苗的妈妈会不会不在家 但是如果她不在家 又是谁把门反锁的呢 跟她有问题 所以反向过来看看 今天一会儿我瞧着门 宝妈 宝妈 她还是不哟 然后打她电话 她还还请点电话箱 在那边请点她闪眼 通门上一个看外面屋里 平常都来外屋睡觉 但她还没在外面屋睡 房屋的大门竟然也是房间 而且窗户也是紧闭 按理说屋里面应该有 然而在外面喊叫的苗苗 怎么就得不到一点反应 不非苗苗的家里寄了坏人 看家里有没有多少什么乱呀 干嘛呀 又缩点 就干净不出来 说小草进出的话 没有那种干净 苗苗妈妈到底再没在里面 又是谁把门反锁的呢 就在苗苗焦急万分时 邻居吴奶奶的一番话 让苗苗更加感到不安与口慌 抽一条愣 抽一条挂在那房 愣着病 她回来这点海盗 生了一个活干系 这条又愣不 我妈身心又弱 所以说生货机率非常大 难道回来时 自家房顶的烟囱并没有冒烟 她为什么怕妈妈生炉子呢 引起吴奶奶一句不经意的话 为什么立刻让18岁的苗苗 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她夜才的年轻生过以后 她说我爸也弄开 我怕她就是种没天怎么样 就有这种可能 前两年种我两回没天 今年入冬以来 娘娘丹妻妈妈再次没气中毒 所以一直没让妈妈独自生炉子 难道昨天夜里 胖冷的魏大姐生炉子了吗 她到底现在再没在屋里 看外屋每日 赶紧上内屋睡觉 所以往厂屋砍 等而厂屋又一下 上年是砍了链 有点磕碎 嫩砍一砍 一砍就是出事了 不呀 娘那家的房子是南北朝向 有东西两个卧室 西屋的窗户虽然关得很严实 但没有插销 透过这扇唯一能打开的窗户 苗苗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就是看我妈妈当了醋 那时候憨憨憨不影不 一看就是出问题出事了 不呀 苗苗妈妈果真在家 但是她为什么对女儿呼唤 没有发音呢 干净 通常我怕电影 一进屋 苗苗就看见了 最令她担心的一样东西 一看那个媚妮 就知道她生活了不 谢谢 妈妈 妈妈谢谢 谢谢妈妈 她就过来喊 咱不认明白 我说咋了 我进来看看的 一看我这个不得 妈妈谢谢 谢谢妈妈 我喊得就激励都不行 说打打打打打 我说没 那个我咋了 她说你看我妈妈咋了 她也不知道 那就跟私人是一样 一看我那字都多多多多 你说这样吧 还得吓死 第一印象室门 肯定是媒体中毒了 第一印象室门 必须说她没事才行 她要是平头了 假的就没变得认 总统赶紧把脑袋 是最终要她 浮现到心园里空气 国妮就抬她妈妈 我就担她妈妈 能打个认练 她一个人抬不过来 我就把她隔着 那个背着 把她去盖住了 盖住也不知道 你听听说 快点打二十六 娘妈进屋后 房间里点燃过的煤炉 已经熄灭 关闭中的魏大姐 能确诊是煤气中毒 在邻居吴奶奶的帮助下 杨柳妈妈被俗清 被120紧急送网 实在装饰有爱意愿 碳氧血红蛋白测定 结果是阳性的 这种人呢 就是提示患者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 当时呢 就是情况呢 非常的危急 如果就是说是 不及时救治的话 会因为就是 严重的缺氧 导致直接的死亡 经诊断 苗苗的妈妈魏宿清 为一氧化碳 中毒中毒 已经神志不清的魏大姐 怎样才能闯过 生死关 从于抢究的角度来讲 一氧化碳中毒了以后 做高氧治疗 应该是中分多秒 因为神经系统 都损害了 血氧损害了以后了 会造成不可逆的坏死 苗苗年纪还小 如果妈妈魏宿清 有个三长两短 这个家也就垮了 进入高氧养仓 抢究的魏宿清 能够脱离险情吗 煤气中毒 实际上就是 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 这个无色无味的 隐形杀手 怎么就能让魏宿清 一夜之间就宁悬一线呢 闯进人体的一氧化碳 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 1比30的稀释的鸡血 现在我们向这个室管理 通入一氧化碳 血液的主要成分为 血浆 红细胞 白细胞 和血脚板四种 红细胞中 含有一种特殊的 含铁的蛋白质 称为血红蛋白 血红蛋白的主要功能 是向人体输送氧气 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的 亲和力 要比氧与血红蛋白的亲和力 大200到300 一旦人体吸入一氧化碳 血液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时候有陶红色出现 这个颜色是一氧化碳 和血红蛋白结合的特征颜色 人体一氧化碳中毒之后 最明显的现象就是 血液出现陶红色 这时候 从外观上看 人会出现面颊潮红 嘴唇呈桃红色的体征 如果空气中 一氧化碳的浓度 超过0%以上 即使吸入一至两秒 也可能引起严重重度 王教授在实验室里 拿小白鼠做了个实验 一氧化碳的杀伤力 简直令人触目惊心 我们现在向这个 极其瓶里冲入的 一氧化碳的量 是1.2% 它已经死亡了 30秒内 一个活生生的小白鼠 就被一氧化碳 夺走了心 那么魏宿青 又是怎么让一氧化碳偷闲 它还能从昏迷中 苏醒过来呢 苗苗今年才18岁 里里外外都靠妈妈 魏宿青一个人撑着 万一魏宿青有个好歹 本来就没有爸爸的苗苗 往后该怎么办呢 听苗苗说呀 还有几天 就是魏宿青的生日了 人俩本打算去管子里 搓一顿的 但是送到医院 已经没有知觉的魏宿青 还能苏醒过来 和苗苗一起过她 40岁的生日吗 还有 这魏宿青到底是怎么 煤气中毒的呢 一分钟广告以后 我们一起去她的家里 看一看 经过几次高压养藏抢救治疗后 一直昏迷不醒的魏宿青 终于苏醒过来 那她的身体完全恢复呢 出窗以后呢 出窗以后呢 患者呢 逐渐逐渐的 一时转轻 但是呢 就是说患者呢 还是处于失睡状态 后期发现呢 有心机的损害 魏大姐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我都把他 可以忍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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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毕业就辍学的苗苗 现在正忙着 为妈妈四处抄前 我算该看也得看啊 我平常送不着 为这个事 你要把你老下冒病了 你傻老 你这家的更没发过 他就在谈话了 咱也要照顾 而你照顾父母 是前景第一的事 是吧 就要他给你 孩儿的 婚儿的 别的 我都要问你 今年入冬 苗苗的妈妈 第一次生炉子 就美气中毒了 如果不找出隐患 住在家里的苗苗 很可能再次 酿出悲剧 那么 中毒的那天晚上 魏素卿到底 烧的是什么煤啊 你当时是生的 什么煤啊 就这么仿仿煤 什么是烽火煤呢 在北方为了省煤 村民们都习惯 在睡觉之前封火 而用来封火的煤泥 需要用水搅拌打湿 魏素卿正剩这样的煤 来取暖的 那这里究竟 隐藏着哪些危险 煤中含有大量的水分 在燃烧过程当中 它需要把这个水分 首先要进行蒸发 才能烧到真正的 这个煤里的这些炭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需要大量的空气 如果这个空气 供应的不足的话 就会我们说的一种 阴燃的这种燃烧状况 就是不完全燃烧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可能会产生 大量的燃化炭 导致煤气中毒 看来冬季取暖时 要选择干燥的煤火柴火 人家使用的是炕炉 这个铁煤炉可以移动 而魏大写煤气中毒的 当天晚上 就睡在这个炕上 煤炎通过炕道 通向墙内的烟道 再由烟道排出室外 那这种取暖方式安全吗 煤火炕它里头再生 它不是好堵燃了都 它一堵燃了 它没气 它就出来 那个燃走不了 它那不是省那个铁路的 它那个一万一 那个眼筒要一堵 它就好寻找 北方有很多的炕 就在这个屋子里头 直接烧 那么这样的话 一个是在炕到烧的过程当中 从炕门很多情况下 或者说从炕洞里头 直接就有一些烟气 就排到室内了 这样就会导致一些 煤气中毒的现象 味大姐家 还有哪些取暖隐患呢 在南无女村 大部分人家的烟囱 都有一米左右的高度 而温宿轻价的烟囱 高度还不到20厘米 这样的高度 会影响煤烟的排放吗 如果你要烟囱 假如说高度不够高的话 那么这种抽力会比较小 那么有可能会是 大量的有害的这种烟气 并没有充分的排出到室外 农村的房屋 大概在三米到四米左右的 这么一个高度 只要高出我房屋 大概半米到一米之间的距离 一般的情况下就够了 取暖方式不当 再不开窗通风 被苏星因一时的疏忽 酿着了大 没有想到你也是害怕 以后又不愿意再省着火 这种生活必须要 以进行方域 在游岸医院 每年冬季 煤气中毒的患者 达一千多米 就在被苏星刚刚脱离危险后 一位81岁的老奶奶 也因为煤气中毒 被送到前九十年了 她中了什么毒子 风光美 风光美啊 我们的旧楼 没有那个暖气 家里没有通风吗 她那个煤气 有那个管道 肯定堵了这么多年 还好老奶奶是轻毒中毒 要不然这么大岁数 怎么经得起折腾 在我国 无论南北方 每年一入冬 煤气中毒的人 就会骤然增多 这是为什么呢 刚入冬的时候 由于气温骤变 所以它有一些燃料 湿度还比较大 所以烧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 燃烧不完全的现象 或者燃烧不正常的现象 另外呢 可能跟我们刚入冬的时候 有一些安全的意识 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我们还有一些 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就匆匆忙忙的 安起了炉子 直接就烧起来 并没有把烟囱 做比较好的清理 也没有对过去 已经损坏的烟囱 做更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都可能发生 煤气中毒的一种隐患 说起如何避免煤气中毒 北屋里村的张大爷 可是自有一套 那他老人家 采取什么方式取暖呢 一个屋烧火 一个屋取暖 张大爷的取暖方式 值得借鉴吗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避免了燃烧的这个环境 跟我人的居住环境 或者活动的环境 混在一起 那么就可以避免 烟气流入在我人生活 我居住这个空间的里头 看来张大爷家的取暖方式 还是挺科学的 咱再看看他家的烟囱 从室内直接通出 这样一个直筒的烟囱 遇到刮风的天气 能排出煤烟吗 如果烟囱的方位 处理的不当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遇到一些 把我本来要排出 室外的这个烟囱 又给吹回来了 那么就是属于 我们说的这种倒灌风 那怎样才能避免 烟囱倒灌风呢 看看张大爷家的烟囱 应该装一个朝下的弯斗 像这个烟囱的安装方法 就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避免 倒灌风的好方法吗 尽可能在烟囱上 在做一个遮盖的一个装置 或者在我的烟囱排烟的管上 做一个三通的那种装置 这样基本上就可以解决 烟囱倒灌的问题 魏苏清目前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但是他的记忆力减退 而且反应有些迟钝 医生说这是明显的 神经系统后遗症 现在冬天到了 在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 很多家庭都点起了火炉 我们的记者呢 在南武女村做了个调查 很多老乡在防犯意识方面 都有漏洞或者误区 而正是由于这些疏忽 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家庭悲剧 希望咱们大家伙 一起来提高警惕 过一个安全温暖的冬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稍后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明天给您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记住 他们能否共同战胜并魔 敬请关注沉重的十字秀